叮铃铃 一人赶路 洋人回避 随着招魂铃的节奏 我平举双手一蹦一跳 我和朋友被人做成活尸 成了赶尸队伍中的一员 可那赶尸将不知道 我是一个茅山道士 我朋友是唯一的地势传人 零妖 哇 这就是马来西亚吗 乔默宇张开双手 深深吸了一口气 满脸陶醉 不愧是绿化面积达到99%的国家 空气就是清新 乔默宇刚想转过身 我立刻推着他的肩膀朝前走去 生怕他一回头 就看到只将机场四个大字 这里是湘西 可不是马来西亚 上次我和宋飞飞 在殡仪馆抓到个养食匠 他说杂尸派就活跃在湘西一带 想让我和宋飞飞自投罗网 杂尸一脉 最善养食 水尸 玉尸 血尸 皮尸 肉尸 木尸 皮尸每七天换一次皮 换一次皮就要杀一人 血尸以血为食 日食男子血 夜食女子血 杂尸降一出 血流成河 永无宁日 所以明知危险重重 我和宋飞飞还是义无反顾来了 顺便带上乔莫鱼 这家伙泥丘一样 要是知道这里这么危险 肯定掉头就跑 我只能骗他说 带他去马来西亚度假 萨哇迪卡 司机双手合十 朝乔莫鱼点头行李 乔莫鱼都猛了 这司机 泰国人 我偷偷伸出脚 用力拧了一下 踩得宋飞呲牙咧嘴 敢怒不敢言 这傻逼找的什么人 02 宋飞飞忍痛打圆场 司机以前泰国待过几年 马来和泰国近得很 就在隔壁 乔莫鱼仔细打量着司机 还是个中国人 司机有些尴尬 我啪一声用力关上车门 马来西亚华人特别多 乔莫鱼十分兴奋 一上车就要摇下车窗看风景 我立刻拧过他的头 来 看电影 这车是宋飞飞特意找的 前排位置后还装了两块电子瓶 为了吸引乔莫鱼 我专门选了一部尺度比较大的 吉猎奇 香艳 恐怖 低俗于一身 乔莫鱼一边痛斥我人品下流 一边看得眼也不眨 等车终于到地方时 他才恋恋不舍地走下车拉住我 还有第二步吗 赶世村在这小村庄后 非常隐蔽的一条山路上 车子无法通行 只能靠锣子或者不行 宋飞飞牵着几头灰毛驴 表情十分浮夸 这是咱们第一站 重温茶马古道 乔莫鱼挠了挠头 眼神茫然 马来西亚也有茶马古道 我还以为只有咱们国家才有 03 为了忽悠住乔莫鱼 我和宋飞飞绞尽脑汁煞费苦心 山路难行 这路要经过一片十分茂密的原始森林 很多路段甚至是我们推着毛驴走的 这地方要是没有人带着 误入林子根本就找不到出路 路边的古树枝叶繁茂 遮天蔽日 我被驴子颠得昏头昏脑 有种不知自己身在何方的飘渺感 老板 到了 导游兼司机将我们带到一个村口 便拽着驴子死活不肯上前 按约定 我三天后会来这地方接你们 乔莫鱼终于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狐一的上下打量着我 这事呢 他刚说的话啥意思 我面不改色心不跳 马来西亚小黑人听过吗 这是当地的原始部落 里面住着的都是身高一米的小黑人 我们要在这进行三天的深度游 乔莫鱼一个巴掌甩在我头顶 马来西亚的村子叫女拔村 宋飞飞使得眼色 导游一脚登上毛驴 硬是骑出了千里马的驾驶 几乎是眨眼间 就消失在我们眼前 也不怪乔莫鱼起疑心 女拔村实在是太过诡异 浓重的阴气凝结成淡淡的灰雾 村子里寸草不生 独虫肆虐 乔莫鱼转头想跑 但是被我一句咒语定在当场 来都来了 零四 此时天色已黑 女拔村从不留宿外地人 我们没办法 只能在村外搭起帐篷 就这 村里人还出来赶了我们好几次 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方言 双方交涉得不是很愉快 最后村里走出来个十七八岁的男孩 皮肤微黑 见眉心目 一瞅就特别机灵 过了晚上九点 你们不许再出帐篷 对了 也不许点灯 不然出了意外 我们不负责 宋飞飞皱着眉头 想上厕所怎么办 小伙子瞬间张红脸 黑里透红 像小学课本里的少年润图 那 那也不能出来 这小伙子一直在大山里 很少见到年轻女孩子 看到我们几个 眼神慌乱 神情局促 说话时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要是有个会撒娇的姑娘 肯定分分钟 就能从她嘴上套出不少话 只可惜 她面对的是三个雄鹰般的女人 要是被发现 偷偷出帐篷 半夜就把你们赶下山 小伙子扔下一句 干巴巴的威胁后 带着村里人走了 05 在乔默语杀人的眼神中 我和宋飞飞一声不吭 埋头搭帐篷 山中温度很低 入夜后更是寒冷一场 我们的帐篷有个透明的小窗 不用打开 也能将外头情况 看得一清二楚 三人刚收拾完东西 准备躺下 叮铃铃 一阵极为清脆永远的铃声 在山中响起 还带着阵阵回音 一人上路 洋人回避 随着一声粗犷的耗子 一排黑曲曲的影子映入眼帘 我立刻来了精神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赶尸匠呢 赶尸匠行夜路时不点灯 都是摸黑 他们会手摇射魂灵 让夜行人避开 赶尸匠要学会36种弓 才能出师独自赶尸 第一种弓便是站立弓 要让僵硬的死尸 如活人般站立起来 第二种弓是行走弓 让尸体停走自如 听从号令 此外 还有转弯弓 下坡弓 过桥弓 牙狗弓等等 牙狗弓可以让沿途的狗 看到尸体不叫 死尸怕狗叫 狗一叫容易惊到死尸 让其魂魄四散 尸体也跟着乱跑 06 我们三人头挨着头 挤在一块盯住 逐渐走进的赶尸队 这些死去的尸体 浑身都裹在黑袍当中 乍一看 要是站着不动 几乎和前面那排尸体 没有任何分别 唯一的区别 就是尸体们是一蹦一蹦 他却走得不急不缓 没走出十米远 就摇着招魂灵喊一遍耗子 我眯着眼睛看了半晌 只能勉强从声音勉强判断出 他应该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 因为看得太过专注 我不小心踩到了乔墨宇的手 乔墨宇素来怕痛 被蚊子叮个包都要哭蝶喊娘 当下惨叫一声 迅速抽回手 我失去平衡 身体朝前一冲 拉链丝滑落下 我就这么滚出帐篷外 跌到了赶尸队跟前 一袭宽大的黑袍 在我身前堪堪停住 山峰荡过 卷起黑袍下摆 一双红色高跟鞋 就这么明晃晃的撞进我的视线 07 赶尸最早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赤油时期 相传在古代 赤油在黄河边 与敌队不足作战 战斗结束后 赤油不忍心 让战死的士兵扑施荒野 便命令军师使用巫术 将这些士兵的尸体带回故乡 再后来 赶尸技术逐渐成熟 许多客死异乡之人 其家人都会委托赶尸将 将他的遗体带回家 落叶归根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 赶尸这个职业越发没落 近乎绝技 现在还会请人赶尸的 多是一些封闭没落的山村 这些山村中 绝不应该出现这样一个 穿着红色高跟鞋的女子 我还想在仔细观看时 眼前出现了一双 墨绿色的解放鞋 赶尸将阴沉着脸 声音沙哑 故人回家 行人必让 我装作害怕没站稳的模样 双腿一软 跪倒在地 倒地的同时 已经伸手握住了女士的脚踝 皮肤细腻光滑 还带着一丝温热 温热 热的 让开 赶尸将低喝一声 伸出手将我推到一旁 我低着头坐在地上 直到赶尸队伍离开后 才窜起来跑进帐篷 08 08 那些不是尸体 是活人 听到我的话 宋飞飞和乔墨渝一起瞪大双眼 活 活的 走 跟上去看看 我们三人低着头 刚走出帐篷 一个人张开双手拦住我们 是之前见到的那个年轻男孩 他面容严肃 因为刚跑过步 胸口还在上下起伏 不许去 男孩名叫李久 今年18岁 刚刚念完高中 不许打扰七叔公赶尸 不然 不然我就去告诉村里人 让他们把你们赶下山 李久说 七叔公是他们村里最厉害的赶尸将 他们的尸体必须赶去离这几百里远的一处山洞 那是神伐之所 只有将尸体安葬在那 神明才不会怪罪他们村子 我拧着眉头 还是没忍住疑惑 刚才一共有四具尸体 看样子 那些尸体都不是你们本地人吧 李久大惊失色 你看到他们的样子了 零九 说话间 李久走过右盼 不小心喊出声以后 立即压低音量 我劝你别多管闲事 等天一亮就赶快下山 他纠结一会 蹲下身掏出兜里的两百块钱递给我 这是张大哥给我的钱 托我照应你们 但你们既然冲撞了七叔公 我就不能再帮你们了 张大哥就是送我们来的那个司机 也是李久的老相识 看到这两百块钱 宋飞飞勃然大怒 我给张雷三万 你就退我两百 李久的咆哮声直穿云霄 多少 三万 七叔公家买根媳妇才花了两万八 喊完话的李久自知诗言 用宽厚的手掌捂住嘴巴 眼神中全是懊恼 宋飞飞愤怒过后 信心大增 他直接从包里掏出两碟钱 塞进李久手中 我们要在这住几天 李久呼吸都停止了 红着脸慌乱白手 这 这不行 宋飞飞又拿出两摞钱 李久脸更红了 喘得粗气 眼中散发出奥特曼般的光芒 这也太 啪 宋飞飞再次扔出三扎红橙橙的钱 这也太多了 李久终于结巴着说完的话 李久曾经对自己一紧张就结巴的毛病 十分懊恼 现在 这毛病让他多赚了五万块 人生的际遇 就是如此反复无常 十 李久收了钱 恨不得替我们上刀山下油锅 从一个闷嘴葫芦变成了画楼 看来 对付男人 金钱往往比美色更有效果 李久说 七叔公离金这次赶的诗 是几个来山上玩的背包客 他们听说村里有间十分灵验的山神庙 到了庙中 见神庙造型别致诡异 竟然开始换衣服在庙中拍照 尤其是那个女游客 趁着庙中没人时直接坐到了神像怀中 等村人发现后 已经来不及了 这几个游客彻底惹弄山神 当晚便被山神勾去魂魄 被人发现淹死在村后的深潭之中 山神勾魂之说实在太过诡异 想到那双红色高跟鞋 我心中一灵 这离金极有可能是杂尸派的人 赶尸将日夜同尸体打交道 是最好的身份掩护 天大亮以后 李久便带着我们光明正大进了村 整个村子透露出一股邪性 家家户户门前挂着八卦镜和铜葫芦 不似去血 倒像是要震魂 李久热情地招呼我们去他家 我站在门外低头看了一眼 有意思 这门槛装反了 十一 门槛自古以来都有驱邪防碎的作用 可以防止邪碎进入家门 一般的门槛都是一寸二分高 门槛越高 要挡的东西煞气就越重 这三寸高的门槛上还刻了个阴阳鱼 只是阴在外阳在内 阴阳倒装颠倒乾坤 不是防止邪碎进门 而是防止屋内东西跑出去 有意思 真有意思 李久 这门槛是谁做的 标得怪好看的 李久忙着给我们烧热水沏茶 门烟头都没抬 这门槛年龄比我都大 是七叔公做的 七叔公平常不忙活时 是村里最好的木匠 果然是离金 李久家非常简陋 一张八仙桌严强摆着 边上放了三条老旧的长凳 此外 只在进门处放了两张小马扎 我们三人围着八仙桌坐下 总感觉有些不自在 乔默语率先打破沉默 要不 炒两餐 都上桌了 不吃饭感觉怪怪的 这家伙真是猪妖转世 去哪都不忘吃 我瞪了他一眼 朝向厨房跑去的李久 朗生喊道 别忙活了 怪累的 随便弄八九个菜就行 不挑食 十二 吃了李久家一周口粮后 我们才拍着肚子 心满意足走出门 这村子山高水险 与世隔绝 自然比较穷困 李久说 村里有一大半是猎户 靠采药和打猎为生 年轻人耐不住这份苦 有点能力的 都下山谋生去了 他也是在离着很远的镇子里上学 因为父母身体不好 高中毕业后 他才留在家中照顾父母 那就是神庙了 李久摇指着村后 一处山洞 神容肃木 你们进了庙里 一定要注意 不能乱碰乱摸 不能踩门槛 记住 庙里的所有东西都不能碰 大自然鬼斧神功 在山崖中用刀劈出一条巨大的缺口 神庙 就在这一线天之中 怪不得之前的四个背包客 要在这庙里疯狂拍照 这庙 盖得实在是绝 山体内藏着不少矿石 露出的地方金光璀璨 用手电筒一照 好似能看到满山壁的钻石 神像也就两米高左右 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形象 女子身形高大 眼神空洞 双手高举似乎在仰天呐喊 十三 我挠了挠头 总感觉这神像 有些说不出来的怪异 似乎有哪里不对 呀 蛇 李久大喊一声 我们三人迅速朝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一根枯树枝 正静静地躺在地上 李久红着脸缩回手 我看错了 人一尴尬 就显得特别忙乱 他朝我大步走来 刚走一步 就左脚半右脚失去平衡 此时 我们三人都站在供桌前 李久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 即将摔到我跟前时 突然朝我用力一推 他的力气很大 我没防备 被他推个正着 仰面朝后跌去 这么一摔 我肯定被砸翻那供桌 电光火时间 我突然明白了哪里不对劲 那神像姿势如此怪异 之前的女游客 怎么可能爬到他怀里拍照 李久是故意推我的 关键时刻 宋飞飞拖住我后腰用力一顶 我借着这个力铺身上前 跨步一跃后平稳落地 李久见没推倒我 快摔落在地时 调转方向 伸出手臂 抓着乔墨宇的小腿 朝左侧一扫 十四 此时 乔墨宇站在供桌左侧 被他一扫 头朝下脚朝上 直直对着供桌撞去 这种危急关头 还得靠我 我大喝一声 一个恶虎扑时 飞身上前抱着乔墨宇 妈的陆灵珠 你是不是人啊 偶像剧里在滚石 男主都会护着女主的头 你不护我就算了 你他妈还抓我的手 帮你护着头 我翻了个白眼 还没来得及对他冷笑 哐 李久起身 一脚踢翻了供桌 上头供品和香炉滚了一地 李久神情变幻 脸色轻了又白 白了又红 仿佛红绿灯成精 大胆 你们竟敢打翻供桌 对女白娘的不敬 我们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不是 哥们你会强行碰瓷你早说啊 我刚刚又是滚又是跳的 不累吗 15 几乎是李久话音刚落 洞外就呼啦啦冲进来一大帮人 都是白天见过的村里人 面黄鸡兽 神情阴郁 身上带着一股陈年累月的湿臭味 他们对女白娘要不敬 赶她们尽失灵 触怒神明 必须求得神明谅解 动手 村里人根本没有给我们说话的机会 许多人手中都拿着砍刀和弓箭 还有极杆黑悠悠的猎枪对着我们 我们三人只能高举其手 在村人的逼迫下朝山上爬去 宋飞飞皱着眉头百思不得其解 天庭饱满 眼神清明 耳朵厚实 眉清而正 怎么看 都是忠厚善良的面相 听到这李久哈哈一笑 当着我们的面伸手搓了两把脸 早知道你们不对劲了 这些年 不知道有多少所谓玄门正派子弟 想来端掉我们杂事派 呵呵 真是太小瞧我们 她搓完脸 整个模样都变了 眼尾如狐狸般勾起 鼻尖弯似鹰爪 帅气中透出七分血性 乔默宇十分极度 妈的 一个男人化妆术那么好 16 我垂着头走路 心中十分懊恼 这些年虽然世界各地非 也常经历危险 但大多情况都是有惊无险 顺风顺水 一个人顺利日子过多了 难免过分自信 杂事一脉传承极难 弟子要八字过硬 五感极佳 胆时过人 心思细腻 另外 养尸将终身不得嫁娶 断子绝四 所以九成九的养尸将 都是容貌丑陋 或天生残疾之人 正常人 尤其是帅小伙 谁愿意一辈子和死人打交道 因此 在看到李久的第一眼 我就自动排除了他养尸将的身份 不是 他这狐狸眼 大高个 大长腿 为什么跑来山沟沟里当养尸将 乔默宇和宋飞飞 也是一副粘头搭脑的模样 和李久待一整晚 三个人谁都没有发现他的不对劲 就这样沉默着来到一片黑须须的树林 这些树像哥特丰动漫里似的 漆黑的树干 弯曲的枯枝 林子中还弥漫着一层灰色的雾气 十七 要是进了这树林中待满半个时辰 你们还能安然无恙 那说明女伯娘娘原谅你们了 我们自然会放你们走 这雾气当中不但有阴气 湿气 还有胀气 别说半个时辰 我估计普通人连几分钟都坚持不到 果然 我走进林子没一回 眼前就开始出现大片大片白雾 我甚至能感觉到自己心跳在逐渐变缓 呼吸也越来越困难 就在我快坚持不住时 宋飞飞从包里掏出三个氧气罩 我们一边商量一边吸氧气 聊两句 抽一口 整得跟抽大烟似的 我听说杂尸派养师都需要一个养师池 养师池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 我估计这附近没有 乔默宇对杂尸一派了解颇多 我点点头 不由地想起之前那双红色高跟鞋 养师之时 需要将生魂再抽离的瞬间灭魂 我怀疑这杂尸派就是引诱外地游客进庙 然后将他们做成活尸 再由黎金赶往养师池 用秘法练尸 活尸其实并非尸体 而是活人 只不过他们无法动弹 无感被封 魂魄被困体内 不闻不见不知 肢体会像行尸一样 由他人所控制 18 我们三人决定假扮活尸 跟着黎金去他们的养师密地 然后破坏掉养师池 养师池要耗费无数人力 历经数百年才养成 只要破了这养师池 就能给杂尸派致命一击 让他们百余年间成不了什么气候 所以等黎九带着面金进林子时 我们已经横七竖八躺一地 黎九带人抬着担架 一路把我们三个抗下山带进了村里 我不由地暗自庆幸自己 这英明神武的决定 躺着可比自己爬山舒服多了 师父 你来了 嗯 阿九 这次他们三个就有你带吧 黎九十分激动 这是他第一次独立带队 表明了师父对他的认可 没想到这次 还是黎金的亲传弟子 我闭眼躺在门板上一动不动 任由黎九朝我口中塞入一块粮玉 冰凉的玉湿一入口 我差点忍不住浑身一击零 这是一枚玉汗 古代丧葬习俗中 有钱人死的时候会用玉塞住酒窍 他们觉得人死后 必须保持体内精气的完整 才能成仙或是失身不朽 而玉汗便是他们用来塞进死人口中 封住他嘴的 这东西只能从墓葬中寻得 现在已经没人使用了 我口中这枚玉汗 不知道被多少死人喊过 阴气浓重 入嘴森冷 几乎要将我全身的血液和骨头一起冻住 十九 黎九的动作很仔细 他小心翼翼的在我印堂 汽海 绍服 泳泉学上铺上一层猪纱 再贴符纸 然后用五色布条绑紧 猪纱风学 玉汗固扬 若等他彻底完成这一事 我就会变成一具活尸 师父 你看这猪纱 甚至有点受潮了 黎九和黎金低头堪处就 我将眼睛睁开一条细缝 趁着他们不注意 将手伸进衣服 扯掉了七海学上的朱砂和符纸 强墨宇和宋飞飞也如法炮制 穴位没封住 自然就没法封魂 黎九检查完朱砂 这才摇动手中的射魂灵 大声念咒 三魂七魄 回神反应 三魂居左 七魄居右 静听神令 屋内十分安静 我们三人像死了一样毫无反应 见状 黎九有些紧张 师父 这算是成了吗 黎金走到我身前 在我笔下探出一根手指 活尸虽是活人 却气息微弱 形弱僵尸 我立刻凝神秉息 尽量让自己的呼吸微不可闻 成了 给他们套衣服吧 等天黑就出发 黎九点点头 双手结印大喝一声 耳魂耳破 听五号令 起 二十 我起个锤子 我闭着眼睛躺在门板上 心中暗自叫苦 就算我武功高强 可毕竟是活人 要让我像僵尸一样 直挺挺起身 臣妾做不到啊 为了不让黎九起一心 我绷紧全身肌肉 脚后跟发力猛然朝下一蹬 整个人像雨一样 从地上弹起半米厚 又直挺挺落下 刚才起身时 我偷偷瞥了一眼 乔默语弹起四十公分 宋飞飞最废物 只弹起三十公分 人和人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奇怪 怎么没起来 黎金皱着眉 不悦地瞪了黎九一眼 这是活尸 不是死尸 肌肉未僵 尸骨不硬 怎么起 黎九被骂了一顿 灰溜溜地上前挨个抱起我们 靠墙根放力 赶尸上路需要准备不少东西 黎九跟着他师父出门 临走前还谨慎地关上门窗 防止猫鼠闯入 等他们一出门 我们三人立刻毫无形象地蹲在地上 呸呸呸 卧槽这遇汉也不知道 他们哪个墓里挖出来的 真会气 乔默语刺着牙 来拧我胳膊上的肉 都是你出的馊主意 我不服气地 吐出口中雕刻成蝉的遇汉 叫什么叫 我这块最大我都没叫 宋飞飞皱着眉头劝架 别吵了 有人来了 21 我人生当中做过许多错误的决定 如果论后悔程度 假扮活尸可以排进前五 他娘们实在是太累了 山路陡峭 寸步难行 我们还要凭举着双手一蹦一蹦 对肺活量真是巨大的考验 每次李九一转身 我们三都张开嘴拼命喘气 什么声音 李九戒备地转过头 我立刻闭嘴低头装活尸 奇怪 我明明听到有什么东西漏气的声音 哦 应该是宋飞飞 他体能最差 蹦了这一路 喘得和快死一样 李九摸黑翻过一座山后 也累了 他挑了块石头坐下 竟然从怀里掏出一只香喷喷的烤鸡 这味道实在是太香了 我的唾液开始不由自主分泌 胃部猛烈收缩 折腾了一天都没顾得上吃午饭和晚饭 再加上我们蹦了好几个小时 饿得我眼冒惊心 咕咕 咕咕咕咕 李九咬着烧鸡朝旁边的草丛里 丢过去两块石头 嘴里还在小声嘟囔 奇怪 现在天这么冷 怎么会有田鸡 田鸡乔默雨马上就要饿婚 他趁李九低头吃饭的时候 偷偷从口袋里掏出块牛肉干 卧槽 看哪来的牛肉干 22 李九吃饱喝足休息完 摇晃同龄继续上路 我蹦到乔默雨身边朝他使眼色 牛肉干给我一块 你做梦 我自己都不够吃 气死我了 这个小气鬼 嗯 当李九再次突然转过身时 我没收住脚 直接蹦到了他跟前 两人脸贴脸眼对眼 差一点点就亲上了 李九吓一大跳 猛地朝后退一大步 奇怪 这活是咋蹦那么远 李九挠挠头 将我摆到最后的位置 便继续前行 经过我滋滋不倦的努力 最终还是从乔默雨那 抢到两条牛肉干 此时天已经快猛猛亮 我跳得满身是汗 每次趁李九不注意 都要偷偷拿黑袍擦干脸 我和乔默雨因为一路 都在你追我赶 早已累得说不出话 宋飞飞摆着脸上前 朝我们手中一人 塞了一大把巧克力 我和乔默雨瞪大双眼 你有吃的你不拿出来 宋飞飞翻个白眼 笑死 根本追不上你们 蹦得比蛤蟆都快 23 天光越来越亮 我们走的地方却越来越暗 阴风从耳边呼啸而过 卷起满地落叶和松针 这是一处山谷 终年不见日照 因为太过潮湿 空气中弥漫着肉眼可见的水汽 我已经蹦不动了 从天黑蹦到天亮 对我们的体力 是一个极为巨大的考验 万幸 目的地就在眼前 还没靠近养尸池 我已经闻到了 那股扑面而来的新臭味 这地方汇聚了 两侧山脉的死气 钢气和煞气 若有棺木 必出僵尸 不愧是养尸派 精心挑选的养尸宝地 所谓的养尸池 在一个山洞之中 门口落着厚重的石门 石门上叼着白鬼夜行图 李九在几个鬼的眼睛和手臂 脚上转了几圈 石门才缓缓打开 要不是李九带路 靠我们自己 根本找不到这个地方 山洞里光线极暗 李九举着火把走在最前 洞穴狭长 同一时期 只能容纳一人通过 宋飞飞个子最高 身穿黑袍往内一站 将我们遮得严严实实 我一边走一边 还能掏出瓶子和凉口水 这咬名的山洞 似乎没有尽头 宋飞飞泵累了 直接大摇大摆 跟在李九身后 直到她回头 才会装模作样跳两下 24 就这么走走蹦蹦 过了似乎有大半个小时 我们总算来到洞穴深处 眼前豁然开朗 之前的长廊顶部 我抬起手就能够到 可这洞穴中央空间极大 最高处 拧有一团灰蒙蒙的光亮 竟然是从山底 只穿到了山顶 整个山洞 像是一只巨大的长颈瓶 我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震得说不出话 好半场才回过神 宋飞飞从身后踢了我一脚 是以我朝左侧看去 我一直以为 养尸池是一个大号玉池 事实证明 我的想象力还是有些许匮乏 这是像葫芦一样的 一长六深坑 第一个坑中 密密麻麻站着许多火石 眨一眼还以为 来到了秦始皇兵马俑 第二个坑中 布置着一个祭坛 祭坛四周 插着五颜六色的招魂旗 当中还有一根巨大的柱子 这是布置了灭魂阵 再往下第三个坑 很像医院当中的解剖室 放了几张医院里的手术床 最中间的陈列台上 则是密密麻麻的古怪刀具 后头还有好几个坑 颜色各异 其中一个坑中 泡满了腥味冲天的血水 我眯着眼琢磨半晌 有点回过未来 好家伙 这是把养尸做成流水线工程了 二十五 先抓人 再灭魂 然后根据那人的身体情况 爱个区分 看到底练成哪一种湿 比较合适 后面那些坑 都是为了练制各种杂湿的 血湿 皮湿 毛诗 肉诗 强墨宇和宋飞飞也看呆了 李九挨个抱着我们跳下坑 把我们和其他伙师并排放在一起 杂湿派练师十分讲究 要选音乐 音日 音时 音地 此人呈杂湿的条件很时苛刻 若无人力干涉 数百年间都未必能出一个 杂湿派逆天二行 强行将人练师 过程自然千难万险 稍微不慎便功亏一篑 这四个背包客也算是命大 过了昨天 杨月转音 今日恰好又是音日 要是我们今天没来 这一坑的人全都得死在这 师傅 都准备好了 李九的声音在山洞中 荡出一阵又一阵回音 我瞪着眼观察半天 才发现洞里确实就 李九和黎金师徒两人 杂湿派收徒严苛 非全音八字不得练师 看来村里人最多算是杂湿派的帮手 而非门下弟子 二十六 想清楚这些 我紧着的心终于一松 两个人好啊 两个人好对付 师傅 今日练什么师 黎金依旧穿着他那件大黑袍 帽都摘下 总算是让我看清他的脸 对吗 这才是我印象中杂湿派弟子 蒜头鼻 三角眼 扫帚眉 麻子脸 丑得让人精神一震 黎金沿着台阶走下深坑 背着手在活尸中间转了两圈 那几个玄门弟子抓到了吗 他们身体好 挑一个练肉丝 李九立刻扛起我跟在黎金身后 还用力拍了两下我屁股 师傅 用这个 这个根骨最好 我差点鼻子都气歪 肉丝是杂志当中最恶心的一种 炼成以后 身上肌肉横长 骨满一个又一个包 像一座活动的肉衫 炼制肉丝 对死者的肉身要求很高 刻意锻炼过筋骨皮肉的舞者 是炼制肉丝的最佳选择 将人包魂力破后 再用动物和活人血肉饲养 炼成的肉丝力大无穷 能生死虎豹 凶猛异常 二十七 李九将我甩在肩上 三两步就带着我来到祭坛 修道之人神魂凝食 阿九 你把阵法加固一下 那招魂旗 在家欺骗 李金果然小心谨慎 我闭着眼睛不动 等李金拿着绳子上前时 猛然睁开眼 一拳打在他胸口位置 老贼受死 李金毫无防备 被我一拳击中 像断线的风筝般 飞出气坛跌落在地 李九的反应极快 几乎是李金刚摔出去 他就朝坑外一跃 随即朝洞穴深处 夺路狂奔 请客间消失在我眼前 呃 不愧是邪门歪道 门中弟子 果然十分不讲义气 李金年岁已大 被我一拳打飞 后半天没爬起来 我不敢拖大 三两步跑过去 打算趁他病 要他命 可当我跑到第三个坑时 却只在地上 捡起一件黑袍 李金和李九一样 都不见踪影 我沉下脸 只觉一颗心直直往下坠 这洞穴内部 蜿蜒曲折 四周遍布蜘蛛网般的 阳长小径 要想这在里找到 熟悉地形的李金仕途 难如登天 二十八 人呢 乔墨宇和宋飞飞 脱掉黑袍跑过来 紧张地四处张望 我刚看到那老头飞起来了 你把他打死没 卧槽 原本还在东张西望的 乔墨宇大喊一声 迅速退到我身后 探出半颗狗头 那是什么东西 我和宋飞飞 寻着他的视线看去 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原本平静的血池 像被煮开的水 咕咚咕咚往外冒着泡泡 突然 一双手猛然从池子中伸出 似乎有人想挣扎着往外爬 再然后 便是一颗看不清面容的人头 可他的头刚刚探出池面 就被另外两双手脱了下去 一只手扯住他的头发 另一只手按住他的头 咕咚咕咚 这一处的池面恢复了宁静 另一处却再次蠢蠢欲动 不停有手伸出 有头上探 随即 又被其他手再次拉进血池中 呜呜好可怕呀 好想吃东北的杀猪菜 乔墨宇吞吞口水 往嘴里塞进一大块巧克力 29 杂狮派向来藏匿于荒山野岭之中 与世隔绝 不问世事 对于他们那些稀奇古怪的杂狮 我只在书中见过 从未交过手 所知甚少 听闻这血池 分三个等级 初级血池 又叫阴阳血池 用亡死之人可恋 恋至初期 血池日吸男子血 夜吸女子血 每日需吸血两斤 阴阳之血 在体内游走争斗 体弱的血池 便会暴体而亡 若过了七七四十九天 血池仍然存活 就会进入第二阶段 中级血池 又叫无级血池 吸血时再无限制 不分男女 无惧老幼 传闻 他们具有操控血液的能力 只要你身上破了一个口子 不管那口子多小 无级血池 都能将你全身血液 从那口子里吸出 而无级血池 在不吸血时 便需要泡在血池中修炼 至于高级血池 就连书中都没详细记录 只写着一句话 见血王尸者皆死 无从记载 我和乔默语面如死灰 欲哭无泪 宋飞飞两眼放光 激动莫名 卧槽 这是新品种对吧 是新品种吧 我要拍照 灵珠帮我合影一张 拍好看点 三十 富二代都是疯子 尤其是宋飞飞这种见惯世面 喜欢玩极限运动的富二代 在遇到我之前 她每天就是玩高山滑翔 洞穴浅水 贪言 用她的话说 这种枯燥又乏味的生活 简直毫无意义 直到她开始抓鬼 宋飞飞终于追寻到自己人生的真谛 她说这世上 再也没有比抓鬼更刺激的事情 她还开通博客 把自己的抓鬼日常和照片都放在上头 只是多数人都以为她在玩cosplay 宋飞飞有时候会回应粉丝的评论 笑嘻嘻说 这次的鬼装造退步了 没有之前那个牛逼 这种众人皆最我独醒的生活 让她深深着迷 宋飞飞的梦想 就是有一天和传说中的汉拔大战三百回合 然后被汉拔捏爆头而死 当然 这是她的痴心妄想 在汉拔手下 她走不过一招 我目着脸拿好手机 对站在血池前比剪刀手的宋飞飞喊话 茄子 轰 一团血肉模糊 稀稀利利的东西从血池中一跃而起 身上的血水降了宋飞飞一身 草 这照片绝了 三十一 宋飞飞虽然不怕死 但她只想死在汉拔手中 所以当血狮从血池中蹦出来时 她反应极快 当下用百米冲刺的速度朝我们飞扑而来 可是血狮比她更快 手臂像棉花糖般拉长 一把掐住宋飞飞的脖子 乔默雨都快哭了 不是大哥 你海贼王啊 我操着桃木剑一招横扫千军 砍向血狮的手 妈的 迟早被你这该拍照的习惯害死 见我挥剑而来 血狮缩回手臂后退一步 下一秒 她的身后舞起十几根血线 曹 牵手观音啊 这血狮能任意掌控身上凝着的血液 将它们幻化成各种形状 而且这血腥臭无比 剑在皮肤上像被热油烫到一般 有着很强的腐蚀作用 乔默雨大喊一声 风紧 扯呼 喊完扭头就跑 我和宋飞飞也分别朝着不同方向跑去 血狮愣了一下 随即全身蠕动 像蠕虫一样分裂成三个体型更小的血狮 32 呼吃 呼吃 我喘着粗气 无头苍蝇一样在山洞里狂奔 这密密麻麻猪网一样的洞穴 此时反而成了我们的救命稻草 我左转 右转 一个慢动作回转 扭头一看 血狮依然紧紧跟在我身后 我跳了一整晚 体力本就已经是强弩之末 当下咬牙掏出贴身藏匿的符指 截着手印朝血狮扑去 妈的 我和你拼了 洞穴逼则 打斗间很难展开拳脚 不像这血狮 全身像贪烂泥般 可自由变化 没多久 我身上就被他用血鞭抽了好几道 伤口火辣辣的疼 当他再度挥鞭时 我拿出剑割破手掌 直接抓住了那血边 血狮爆发出一阵尖厉的笑声 被我抓住的地方不停有黑烟生气 伴随着一股刺鼻的焦腥味 我的血液中含有扬之长生之气 是克制血碎的力气 趁着这个机会 我捏起五雷符直接扣在血狮头顶 砰 血狮在我眼前炸开 无数焦黑的血块砸在山壁上 有一小滩红色的血水淋在地上 趁着我喘气的功夫 像水一样朝着洞穴中央流去 我也实在是没力气追 一屁股坐在地上动弹不得 可累死我了 33 这洞穴迷宫一样 要不是有宋飞飞准备的手电筒 我们这样跑进洞中 真是怎么死都不知道 我把绑在袖子上的手电筒再次固定紧 缓慢地朝着前方走去 这手电筒可是好东西 是宋飞飞花了大价钱制作的 超长续航 主打一个人没了 光还在 洞穴四通八达 最窄的几乎只能容纳一个小孩通过 宽敞的洞 甚至能开进汽车 我眯着眼走了一段路 黑幽幽的山洞似乎没有尽头 人走在其中不但失去方向 也失去了对时间的判断 我不知道走了多久 双腿又酸又妈 走到后来全靠意志力支撑 我关上手电筒坐下身 在洞穴中打坐休息 任由无尽的黑暗将自己吞噬 就这么做了一会 远处传来了激烈的打斗声 是宋飞飞和乔墨鱼 陆灵珠 你快出来啊 再不出来等着给我们俩收尸啊 乔墨鱼的声音很大 宋飞飞也不遑多让 陆灵珠 你是不是想等我死了 继承我的遗产 快来 老子扛不住了 我心中大喜 一跃而起 循着声音的方向跑去 34 乔墨鱼和宋飞飞兜兜转转 竟然又回到了洞穴中央 我走出洞廊时 宋飞飞正被一堆肉衫撞飞在空中 啊 还刚好摔在我脚边 见到我 宋飞飞哭了 他一把抓住我的裤脚 替泪横飞 天杀的 你怎么才来啊 衰残废 万幸 那堆肉衫接住了他 然后将他再次向空中抛弃 这次飞得更高了 等乔墨鱼落下时 一个 额 风筝般的人 直接一头将他撞飞了 洞内光线昏暗 我看不太清 那个风筝人的模样 只知道似乎是个女人 身形极薄 薄的就像是一张皮 皮 卧槽 皮尸 乔墨鱼被皮尸撞飞 快速坠落 朝着地面砸去 幸运的是 他正朝着我这边砸来 我脚掌用力登地 助跑一段路后 朝着空中高高跃起 乔墨鱼像没炮弹一样 砸在我胸口 我感觉自己肋骨都被他撞断了 抱着乔墨鱼在地上 滚了好几圈泄力 我眼冒金星地扶着他站起身 此时 宋飞飞已经捏着 把扶纸添女散花一样抛出 35 洞内劈里啪啦 亮起一阵雷光 中间还夹杂着些 许红色的火光 趁着这个机会 我拉着宋飞飞和乔墨鱼 钻进洞穴中夺命狂奔 那肉狮体型庞大 就算进了洞 也容易卡在一些狭窄的洞囊中 我们更要担心的 是那匹狮 跑不动了 累死我了 之前解决掉写尸后 我在洞中沿途做了记号 还在其中一个洞穴两头 都布置了剑意的迷魂阵 估计能迷惑那匹狮一阵子 你们俩怎么跑中间去了 宋飞飞毫无形象地躺在地上 脸色惨白 别提了 这洞七歪八扭 我跑着跑着就绕回去了 乔墨鱼也是一副身无可恋的模样 我是被那血尸赶过去 曹 这东西惊得很 见对付不了我就把我赶到洞中 差点被那肉狮打死 疼死我了 啊 见他们俩灰头土脸的狼狈模样 我有些于心不忍 你们听我说 这洞穴被杂尸派经营数百年 洞中不知藏了多少诡异的杂尸 靠我们三个 别说要毁掉这里 就是自保都难 但万事万物相生相克 这些杂尸本就是因会邪碎之物 为天道所不容 杂尸派肯定在山洞口设置了阵法 用来瞒天过海 只要我们有人爬到洞口打破禁忌 再用引雷符引下天雷 到时候自有天道会收拾他们 乔墨语都听哭了 陆灵珠 你是不是人啊 爬上去 你知道那山壁有多懂吗 你咋不说让我飞上去 36 这方法虽然很危险 但确实是唯一的办法了 经过一轮友好的协商 我们最终达成一致 我恐高 我去不了 曹 宋飞飞 你哪来的脸说自己恐高 你不是最爱玩滑翔伞吗 到时候手滑了 穿着雨伞跳下来也是一样的 多刺激 你爹 你怎么不去 我 我觉得留在地下更危险 作为唯一的失传人 我必须扛起这个责任 打一架吧 谁输谁去 陆灵珠 你个老子闭嘴 别怪我弃师灭祖 最后 宋飞飞当人不让的 获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 她垂着脸从包里 拿出攀岩工具 然后默默地走到我身前 灵珠 如果我死了 我一把捂住她的嘴 我知道 我会和你所有亲戚朋友说 你是被汉拔捏死的 你安心地去吧 其实留在地上的任务 并不轻松 肉湿 皮湿 还有不知道夺哪去的离金仕途 卡擦卡擦卡擦 我和宋飞飞正在这酝酿 视死如归的心情呢 乔默雨发出老鼠般的声音 我俩一起转过头 发现乔默雨正在疯狂 往嘴里塞东西 嗯 老子死也要当个饱死鬼 好有道理啊 卡擦卡擦卡擦 我和宋飞飞也加入了疯狂抢食大军 37 吃饱喝足好上路 我们三磨蹭着脚步走出洞廊 刚出来 就一头撞上了皮湿 于是 我们将所有怒气都倾泻到了他身上 皮湿虽厉害 可我们三打一 皮湿像块破布一样躺在地上 原本光滑白皙的皮破破烂烂 多了好几个洞 我们三人捏手捏脚溜向山洞中间 果然看到肉湿正站在那四下张望 他身边还站着黎金和黎九 狗贼 看见 我双腿一蹬 炮弹一样弹射到空中 然后 朝黎金扔出一颗催泪弹 烟雾四起 宋飞飞趁乱摸到了远处的山壁之上 黎金师徒会受烟雾弹影响 肉湿可不会 他大步朝我走来 一挥手差点没把我拍成肉饼 三人一失陷入混战当中 不怪之前宋飞飞那么要面子的人被他打哭 实在是太他妈疼了 他只是轻轻挥下手 打在身上像被车撞似的 乔默宇才挨一下 已经在一边哭蝶喊娘鬼哭狼嚎 痛哭流涕了 肉湿体型硕大 我和乔默宇利用他行动笨重的缺点 绕着他满场飞 中间还要抽出手来对付黎金师徒 乔默宇的体能比我弱上不少 放风筝的活大头都落在我身上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 我能听见自己剧烈的心跳声 胸腔也喘得像个哮喘病人 眼前出现一片又一片白色的光圈 我机械又麻木地跑着 那肉湿好像故障了 好几次他都快打到我 但是又往往在关键时刻收手 38 黎金也发现了不对劲 他惊怒交加地瞪着黎九 小畜生 你敢背叛我 此时 肉湿正挥舞着轮胎般的大手朝我扇来 黎九双手结印大喝一声 定 那肉湿便听在空中不动了 黎金又挤又气 竟然呕得生生喷出一口血 这么好的机会 我自然不会放过 我高高跃起一脚踹在黎金胸口 将他踢飞后 几步上前用膝盖压住他胸口 黎金遭此重击 面白如金 但是却瞧都不瞧我一眼 只拿双绿豆眼死死盯住黎九 畜生 黎也对着我行魅一笑 陆灵珠 你可欠我一个人情 说完 他才侧过头 对着黎金甩了甩头发 好教你个老东西 死得明目 我是僵尸派传人 刘大壮是我养父 卧槽 玩无见到呢 一直听闻杂尸派和僵尸派争斗千年 互相交恶 我还以为是道听途说 毕竟他们失成一脉 算是同门 如果黎九是卧底 那他就是故意带我们三人入洞 想靠我们来耗死黎金 欲磅相争 他可渔翁得利 想到这 我气得头顶冒烟 难怪我们三人蹦一路时 我总看到黎九背着我们肩膀抖动 身体发颤 我还以为他是动的 现在想想 这小子应该在憋笑呢 39 听到黎九的话 黎金再次朝我脸喷出一口鲜血 我条件反射一朵 他像弹簧般从地上跃起 好好啊 僵尸派这些老杂毛想毁了老子 老子偏不如你们的意 你小子不会以为跟着我几年 就能学会砸尸派的秘法了吧 今天 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砸尸派真正的手段 黎金大喝一声 突然从胸口掏出一面黑色的旗帜 他对着旗帜喷出一大口泄物 然后将旗帜用力插在地上 随着旗帜落下 整个地面都开始剧烈摇晃 黎九脸色大变 曹 万世奇 亏老子低眉顺眼伺候你十年 居然对老子藏私 听到这话 乔默宇忍不住回眸看了他一眼 估计是看到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起了欣欣相惜之感 血池再度翻涌 一句又一句血诗从池子里跳出 其他的仰尸坑中也不断地爬出一只又一只 奇形怪状 诡异莫名的杂尸 我粗略扫了一眼 心中生起一股凉气 直冲天灵盖 肉尸 玉尸 毛尸 皮尸 木尸 还有没见过 认不出师 乔默宇开始抽自己巴掌 我为什么不去爬山崖 为什么要让宋飞飞去 我真傻 真的 李九反应很快 他掏出阵魂灵猛烈一摇 那些正在朝外爬的杂尸 身心一致 趁着这个机会 他朝洞口方向把腿狂奔 鹿灵珠 我走了 咱们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江湖再见 四十 李今喷完血 脸色难看得快死了一样 我扑过去一脚踩断他的膝盖骨 就算死 也得拉这傻逼垫背 杂尸们越走越近 将我和乔默宇围在最中间 乔默宇惨笑一声 心有不甘地看着我 咱们是不是要死在这了 死之前 你能不能告诉我 那电影第二部在哪看 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那电影没第二部 我骗你的 血湿的腥味 肉湿的臭味 水湿的潮味扑面而来 我捏着手中的符纸 想着哪怕拼了自爆 也要给乔默宇 驳出一条生路 他是我硬骗来的 又是帝师一脉唯一的传人 总不好叫他陪我 一起葬身在这荒野山岭之中 就在我做好复死准备时 乔默宇大喊一声 灵珠 看 那是光 我此生 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光 起先只是一道细微的白色闪电 然后微光如水波般扩散 在空中荡起一圈圈银色的涟漪 无数银蛇从山洞中飞奔而下 在杂事堆中 爆出一朵又一朵绚烂的金花 宋飞飞成功了 天雷已降 整个洞穴都将移为平地 草 那些活尸 41 我和乔默宇飞身 铺入第一个坑 用最快的速度 解除他们身上的疯魂术 两人只恨爹娘 少给我们伸了几只手 众活清醒的人 许多还是迷迷糊糊的 那个穿高跟鞋的女孩 更是捂着脸 一边哭一边尖叫 这是哪里 为什么我在这里 我要报警 警察呢 我冲过去 一巴掌抽在他脸上 警你妈 不想死就跟我跑 整座山都在剧烈摇晃 原本黑须须的山洞 被无数雷光照得如同白昼 我和乔默宇 带着一群人 在山洞中狂奔 头顶不时有碎石落下 我甚至都顾不得躲 额头被砸破了皮 手臂上也挨了重重一下 几乎是我们一行人 刚跑出洞口 山洞就塌了 我毫无形象地 成大自行躺在地上 累得连一根手指都抬不起来 被离金他们抓来的人 都搞不清状况 一个个坐在旁边 叽叽咕咕 吵得要命 看 屌人 宋飞飞穿着黑色滑翔服 正张着双臂在空中快速飞行 这家伙可真能装逼 看着他一脸得意的模样 我忍不住笑了 真好 他还有机会被汉拔捏死 乔默宇亮亮呛呛挪挪到我身边 李久那龟孙子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我躺在地上不想动弹 他肯定是去就刘大壮了 我看过资料 刘大壮老家在东北 宋飞飞以一个极为潇洒的姿势落地 引起众人一片喝彩声 他帅气的一甩头发 带着股屁腻天下的自信 好 下一站 东北 我和乔默宇同时跳起来 敲他的头 北你爹 北你大爷 滚